也不管人家死活 这么晚把我从附近身边换出来 就为了猴手猴脚的轻薄 总有一天 我会被你害了 小树林里 一对男女刚刚进行了一场人类高规格的运动 女人嘴上都是埋怨 身体诚实的靠了过去 可男人却是忍不住哭的梨花带雨 错 我要走了 错一脸信了你的鬼 这里有每次都用也不知道换个新的 可看李渭的样子不像假的也忍不住一脸担心 原来李渭靠着假扮山西公子哥 成功帮四阿哥弄到了百观行数 为了不被人发现只能出去躲一躲 这一走可能两人再也没有相见之日 李渭就是来告别的 好端儿 你千万别嫁人 一定要等我 等我回 自此两人也算私定了终身 就在二人刚打算复习一下功课时 却刚好被人发现 好啊 果然不出福尽所料 两个人在这干出这种好事来了 弱大的四野府 规矩大如天 做出这种事情轻了都是乱棍打死 为了不牵连道错 李渭当即扛下了所有责任 口口声声这件事都是自己一人所谓 他李渭从来不求人 这话却让身残之间的高公公 感觉到了莫大的羞辱 你当我真不懂啊 这种事 还一个人干得了吗 两人还是被绑在了树上等候发落 他却不知道 这一切都是四阿哥的计划 为的就是将他安排到年庚瑶身边 如今年庚瑶已经胜任四川巡抚一方 封江大利 四阿哥肯定要找个人盯着 忠心耿耿的李渭是最合适的人选 可这种事 当主子的不能主动说 要年庚瑶主动提起才行 就这样 第二天姗姗来迟的年庚瑶 好巧不巧的就看到了被五花大绑的李渭二人 我说你这个小兔崽子啊 怎么这么不小心呢 你说你干这种事还不找个披荆的地方 让四福尽给抓住了吧 毫不知情的李渭看见老熟人只求能够带个话 他愿意承担一切责任 要杀要寡都认 只求能够留翠儿一命 面对如此情深义切的两人 年庚瑶也不免动了恻影之心 然而以年庚瑶的智商又怎么可能猜不到这背后的原因 李渭跟四阿哥这么久 和翠儿的事也是人尽皆知 两人干这事明显也不是一次两次 为何非要选在他胜任四川巡抚的接骨眼上将人抓了 还刚好被他看见 任何事情只要粘上两个好巧 其中就必然有人为的东西 我去向四爷求个情 不过行御不行 就得看你们的福分了 年庚瑶瞬间猜到肯定是四阿哥对他不放心 想要在他身边安插个人还不想明说 于是一进屋就主动提到了李渭两人 奴才想主子恩赏两样东西 请主子将李渭和翠儿交给奴才 说完还给自己找理由 完全是看在李渭这个小子很机灵 也算得上忠心耿耿 待在身边历练历练 终归能算个帮手 听见年庚瑶如此上道 四爷的嘴角已经乐开了花 好不容易才憋住了小 让人将李渭和翠儿放了 可年庚瑶的条件还没完 还有一样呢 就是主子平时念经用的那串佛珠 年庚瑶知道自己此次血洗江下阵 要不是四阿哥擦屁 他很有可能翻车 这么多天被安排在寺庙修行 也终于悟出了一个道理 四阿哥是菩萨转世 那他年庚瑶就应该是一个护法金刚 一切菩萨不方便又不得不做的事情 都应该由护法金刚来办 这全权的忠心 四阿哥也忍不住开怀大小 还没想明白的李渭以为要被撵走 一进来便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请求留下 要杀药寡他都认 只求就算死也死在四爷府上 主子 你要杀药打 奴才都认了 就是死 我也要死在主子身边呢 面对如此忠心的奴才 四阿哥也不免有些不忍 说到底 这件事完全是他的计划 幸好还有作为政委的四处进展 一边安抚二人 这件事情要是真要追究 两人都要被乱棍打死 被派去四川已经是格外开恩 一边让人去取两千两银子 给二人到四川登记结婚用 自此李渭便顺理成章的到了年庚瑶身边